《诗诗记》第七章 基电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,在哈绿泉旁安营。 米电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,靠近摩利纲。 耶和华对基电说,跟随你的人过多,我不能将米电人交在他们手中,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,说,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 现在,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,凡具怕胆怯的,可以离开鸡猎山回去。 于是,有二万二千人回去,只剩下一万。 耶和华对基电说,人还是过多,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,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。 凡用舌头舔水,像狗舔的,要使他单站在一处,凡跪下喝水的,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。 于是用手捧着填水的有三百人,其余的都跪下喝水。 耶和华对基电说,我要用这填水的三百人拯救你们,将米电人交在你手中,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出去。 当那夜,耶和华吩咐基电说,起来,下到米电营里去,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。 倘若你怕下去,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。 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,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供应。 米电人,亚马利人,和一切东方人都不散在平原,有十三万五千人,如同蝗虫那样多。 他们的骆驼无数,多如海边的沙。 基电到了,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, 我做了一梦,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电营中,到了账目,将账目撞倒,账目就翻转轻覆了,那同伴说,这不是别的。 乃是以色列人约阿师的儿子基电的刀,神已将米电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。 大麦比小麦便宜,是穷人的食物,代表软弱的以色列人,却能把实力强大的米电营滚倒。 基电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,就敬拜神,回到以色列营中,说,起来吧。 耶和华已将米电的军队,交在你们手中了。 于是,基电将三百人分作三队,把脚和空瓶,交在个人手里,瓶内都藏着火把,吩咐他们说, 你们要看我行事,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脚的时候,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脚。 喊叫说,耶和华和基电的刀。 基电,和跟随他的一百人,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,相当于晚上十至十一点,来到营旁,就吹脚,打破手中的瓶,三队的人就都吹脚,打破瓶子,左手拿着火把,右手拿着脚,喊叫说,耶和华和基电的刀,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,全营的人都乱窜。 三百人呐喊,使他们逃跑。 三百人就吹脚,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,米电人一路向东南方向逃回老家。 以色列人就从拿弗塔利,亚舍,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电人。 基电打发人,走遍以法联山地,说,你们下来攻击米电人,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。 直到伯巴拉,于是以法联的众人聚集,把守约旦河的渡口,捉住了米电人的两个首领。 一名鹅利,一名西伊伯,将鹅利杀在鹅利盘石上,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榨那里。 又追赶米电人,将鹅利和西伊伯的首集,带过约旦河,到基电那里。